近载欲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个下午的12点到12点半 收看我们台股72遍这个节目单元 那么呢在今天早上台股一开盘哦 那么大概就是一开盘那个瞬间 那么以一个高盘开出 开出之后哇赶快跌 跌了大概五十点左右 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一个强劲的一个反转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 现在是十二点整 对不对 目前台北股市呢报价九一七八六十点 我请问你看这张桌子的话来 我们看这张桌 六十点六五点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嘛 今天要去买怎么做 没有啦不管你现在看到都已经发生了 做对也好做对也罢啦 那你不可以每天都错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 一个星期五个交易日啦 不管你怎么做 你看涨你看跌 那你再做动作 我的看法呢 错是OK的 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不可以每天都错啊 五天里面你稍微也要做四天 没有啦 合理没有 五天你总要做对四天吧 做错一天是可以接受的 好 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该怎么做 今天喔 只有两种状况你会赢啦 啊 出现你就不用做了 出现就叫结构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开盆的最关键 你怎么加个半康 你今天就一定贏 别再说啦 你就加个半康 纵使你到现在你都还是赢啦 这是第一种啦 第一种案例 第二种结构 你就在最低点做多 到现在你也是贏了 你就贏二选一嘛 你说我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就加康加多嘛 你好歹要对一个吧 你在这里就乱做 这就乱做 你现在是做什么意思 不是 我问你啊 你现在是做什么意思的 你也给我加 这有什么意思的 这没得做了啦 为什么没得做 来 我们看一下 各位请看 我们先把今天早上 到目前截止 台北股市主要 来 请你看着这张图表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加全指数早上 是不是开高 然后就掉下来 对不对 好 那你告诉我 那怎么看 哪有什么怎么看 就写上四个阿拉伯数字啊 你就天下无敌啦 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啊 你一定告诉我 那为什么 肖又敏 你要写9168 你为什么不写9158 为什么不写9178 对不对 你说整个写个9388好 那就暖下嘛 不是 今天的关键在9168点 那这个9168不是我自己 凭我个人的好物 我觉得这个数字不错 或我个人觉得应该做多 应该半康 我就欲不下 不是啦 第一个 每一天 我不管你怎么做啦 我不管你怎么做啦 你要做到啦 那关键是要怎么做到 来 你的动作应该是每天一开盘 那你就 我今天已经准备好 一开盘 你就准备好 要怎么做 而不是一天 十几笔担 十几笔担 当然是要怎么做啦 你 那就是叫做乱走 你知道吗 来 你今天只有一个动作 你今天讲一个动作 没有啊 来 拉筋 是不是 8点46分 早了一分钟 一般标准是8点47分 没有啦 有不对 如果还有第二笔 有什么 短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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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断短线 试驾啦 那个就是不死啦 那就叫乍数啦 不啦 对就对 就只有一个位置 哪有那个几十个位置的 做多 哇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还有一个波段 还有一个趋势 还有一个短线 还有一个当冲 还有一个试驾 五倍来 乱七八糟 每天就只有一个 不然有第二个吗 那第二个我就 我就停止业务执行 这是一位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如果这样还做不贏 我也没办法了 不然你给我加 是要怎么做 不然这样还做不贏 就不要走 往下看 四十六到九点控六分 你现在跟我说过多久 哪有多久 五十六 二十分前以来 是不是结束了 不然是要做多久 不然你给我加 不然是要做多久 四十六分 你是使用即时版软体的 你是八点四十五分 一秒 我们今天研究员 动作特别快 你只有一分钟就收到了 对不对 九点控五六分 就结束了 不然是要怎么做 一个堂 一个空 就没有了 这是十二的切割 这是今天礼拜一 这是昨天 对不对 这不是今天 这是PSY PSY就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 没有那个什么 波段PSY 短线PSY 当冲PSY 那不是诈骗吗 不要说诈骗 那不是诈 不实吗 那叫诈数 你自己看 不然是要怎么做 我哪知道要怎么做 如果做不贏 为什么要七十二变 就是说你要寻求一个 对你有帮助的方式 那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你自己用眼睛看 做得贏就做得贏 做不贏 我没办法 你说我来到家旭 在做什么意思 我就不懂 这里有什么好做 就没得做了 你要做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 PSY来到正五十 你跟我说要怎么做 你自己决定 我没有意见 PSY-50要怎么做 负务实力要扮抗 你就扮抗 随便你 不是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做法 我没有意见 任何技术分析在于怎么样 因为你相信过去的案例 它会一再的发生 如果过去的案例 它告诉你 你的胜率就是百分之九十 你出手十次 你一定会贏九百 那请问你在等什么 你是不是在等错 你出手十倍 你会贏九百 对一次对两次 对三次对四次 对五次对六次 对七对八对九呢 你是不是在等这个 第十次的错 那第十一次呢 那就一定对嘛 不对一次 再来你就 你自己做参考来 我没什么看法 跟你做分享 好 你一定告诉我 那为什么今天 叫做九千一百六十八点 不然今天应该要几点 你看着它你告诉我 今天台北国市 要怎么看 不然要怎么看 你说看九十六八 好 为什么看九十六八 第一个 早上所有朋友 我的看法 开盘前 我的看法 就是加权指数台指期开盘前 两个都要不开盘 我的看法是 台北国市今天合理 跟国际股市 如果合理的联动对比 今天应该要留三十点 应该合理要跌三十点 好 可是今天开盘开高之后 哇 六五十点 对不对 好 我会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锅把它标示出来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 划一条平行线 好 为什么要划在这里 因为今天剔除开盘量 主要 主要 外资进场打单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里 这保证不可能是散户 我说一遍 这打死也不可能是参与 不可能是你 这绝对不可能是你 你可以说 是不是什么四大基金 我没有意见 就今天主要市场 它的承接力量 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这个顶 这个顶叫做九千七百六十八 所以你该怎么办 你要在这里划出一条线 然后呢 分别把上方跟下缘 各划一条平行线 那就结束了 那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问我今天怎么看 我感觉今天 收九一六八 后来没收九二一一 就这么简单 有够强 就是说九千两百一十一点 那合理应该落在九一六八 合理 它的位置应该落在九一六八 好 往上看 空方主要的反压 落在九千两百二十一点 九二二一到九二一二 十点 十点以来 就是在 这里跟这里很窄 就这么一点点 这里是主要 我说一次 你要出手 你要在关键点 而不是乱走 现在你现在进场 我的看法就叫乱做 我不管你是站在多方或空方 这就叫乱走 因为这里没有点 不是我没做 没点是要怎么做 这里没得做 你真正要做 你要在主要的关键点 什么叫关键点 这里叫关键点 这里叫关键点 你知道吗 这两个人是关键 这是空方的反压 这是多方的集结 好 你一定告诉我 为什么集结在一般的投资人 来 你要注意看 我这里把你看起来 叫九一三八 好 什么叫九一三八 你知道吗 我给你收拾啦 他就叫你半空啦 你信不信 然后所有的指标全部翻空 然后你一空呢 这里呢 我们刚好做多 你又死了 我跟你说啦 这明天就准备发生了 你快就今天去买吧 完就明天了 你又错啦 你一定够输 我跟你说 简单的就是如此 因为这个九零七八 有夠強 非常强 不可能一次就死 就好像这个九一四二 不可能站得住一样 这个这个死一定是如此 好 往上看看九二二一 我先把它拿掉 第一个 九一六八 这个你已经清楚了 对不对 第二个往上看九二二一 往下看九零七八 为什么 因为一定的 这没什么好用的 来 各位请看 这是在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包括 我们在 我个人在一些访谈的节目 然后做了说明 有台了 来 各位请你告诉我 这是上礼拜五 大家一起去找 今天大家一起去找五 我在九二二一 月一条算 我在九零七八 我有一条算 这个九二二一 你说难道就不能长吗 可以长啊 可是它不能这样子长啊 它应该怎么长 它要长 它要洗盘 要右空 要嘎空 它应该是以跳空上涨 这边一个空方缺口 对不对 真正的反转力道是 这里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形成什么 行进结构里面的一个导型反转 哇 那空担加到四起 我告诉你 空单保证过九三九九 温室的 没有啊 没有啊 哪来的跳空上涨 没有啊 来 看一次 所以代表它是一个 跳空逃逸之后的一个行进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要来高代九零七八 简单说就是反压 集结在九二二一 那多方主要 为什么是九零七八 你看着它告诉我 为什么台北高市 我的看法就是说 多方米在九千空七十八点 你如果来到九零七八 台北股市加权指数去它办空 你准备要再大输啊 你又要大输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于 你要在对的点位要出手 可是你要做对哦 你不要做错哦 你做错你就撞掉了 所以怎么看 各位你可以先做个比计 好不好 一个叫做今天 以今天叫九一六八 往上看 加权指数的反压 一定在九千两百二十一点 九二二一到九二一二啦 就差不多十点以来啦 往下看 当然你可以看九零七八到九零八八 就是这十点以内 很强很强 它主要会落在这个架构 那该怎么做 在对的位置才能出手 那最好怎么样 就如同这样子 你就要等啊 我就跟你说你来等啊 你不等 我是会等怎样 你有系统的 包挂 包挂 我有提供你的 我可不可以把这里放大 现在是不是在这里 对啊 你就等啊 不要叮噹 你就等 等什么 等是这个发生啊 这个发生啊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问我当时要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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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那既然这里做多的啊 对不对啊 这做多的啊 你就等嘛 等你一掉下来 不然你就转起来 转起来 要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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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啊 你没得做就是发呆啊 我跟你讲真的 不然你告诉我现在要怎么做 你帮我转啊 你就乱猜嘛 我就跟你说就是六八 还是有什么好用的 六八也才十几张 要是怎么做 假设啦 六八啦 还有一种啦 他没得给你做啦 他没得给你做就会晃晃晃晃 最后六八你知道吗 最后一盘 蹦一下 九二一二 你要空也来不及了 刚好收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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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就是收六八 一种就是来到这里 最后一盘蹦 那你告诉我怎么做 你要有个工具 有个系统啦 那针对台股 接下来 接下来喔 那明天是礼拜二 好 特别会员 我们今天有做了锁单 有做锁单 如果有成交 我会带你一直做下去 要有成交啦 没成交你就是等 那么新朋友 新朋友 你一定要看今天的解讯 我们每天下午 我都有预录一个 会员的索码影音 各位务必到我们 顾得头顾的官网 那我会帮你做说明 什么叫锁单交易 所谓的锁单交易 就是同时去买进 一个A跟B反向的商品 同时同时 就是我不去猜 会涨或会跌 但是怎么样 我一定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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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解 是不用我一定赢 两分钟后 马上向你做简报 好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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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肯定会成功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变棒 接强棒 强棒 限制平股 自动优化 第一台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 02 2578 300 2578 3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资金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雇就是good 02 2578 300 2578 3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的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股市目前报在9186点 大概约列在平凡附近的 我的看法 这里没有出手的机会 你会放得轻松的 你问我说要怎么看 那股票要怎么看 股票股票也很简单 股票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 你一定告诉我说 那股票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股票你就看台积电就好了 你股票什么都不用看 各位成员你有系统的 包括过去这三个月 你有来上课的 股票跟指数的评价不太一样 我的建议啦 股票你不能用 我们指数一定用五分钟做观察 一律 基手一律用五分钟 那么股价 我们在观察的过程里面 一律 用三十分 OK吗 用三十分 股票要用三十分来看 不可以看太队 太队 太队 你没法做评价 那整体上 你问我怎么看呢 各位你有系统的 你就把它点出来 把我们的反转KD 点出来好不好 不管你用哪一档股票都一样 你可以看鸿海 大力光 台积电 那你就自己做观察 它的操作模型 也就是说 最主要就在于 一种叫股价平价 就是说你在看投资的 一种是你看投资 那你就不能看这个 你就不可以看这个 你要看什么 看它的获利能力 看这家公司 过去每一年的获利能力 每一年赚多少钱 然后呢 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到以公告如 第三季賺多少钱 再来 你就要去看 因为股价看得出来 你要去看 所有的投资机构 针对该公司今年的第四季 包括明年 它怎么做评价 然后股价盈余本益比 你去换算 目前的本益比倍数 接下来 这是初步的啦 再来往前进 要去看 它的盈余成长率 你要去看 盈余成长率 你才能够给它 合理的本益比倍数 盈余成长率越高的 它可以享有的本益比 就会来的比较高 你这样了解吗 你要一步一步来 但是最简易的 你当然可以用指标 那举例 以台积电为例 我不予置评 我没跟你说 什么买进卖出 我是说 你自己看 什么叫技术分析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那什么东东叫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就是说 我如果在这里买台积电 会输 在这里 我请教你 我在这里买台积电 还是买台积电 这样就好了 如果这里买台积电会输 那我就不应该在这里买台积电 我就不应该在这里买台积电 如果在这里买台积电 会输 在这里会输 你跟我说 这里 放大 不要再问我 你问我 我也不会看 这不是今天吗 再大 这不是今天 这不是五号 这是不是二号 把它缩小 这是不是十二月一号 十一月三十 十一月二十二 臉上卖一双双 下车卖一双双 这样卖行吗 你如果在这里 徐元现在涨一块半 那你告诉我就好了 来看全图 你自己要有个评价的模型 你自己看啦 自己做判断 你不要问我 我也看不懂 好不好 我看不懂 我刚才知道 挣一百 挣一百 你要试他 好不好 挣一百要试他 那人呢 人你就乐观 最起码 我不敢说 预期他未来会涨会跌的 最起码 他都有一个反弹力道 你知道吗 那你自己要去判断 这个反转上来 他是回升还是反弹 反弹他就在破底 回升呢 他就往上嘎 所以你怎么做评价 好你的评价 就要回到这里了 你的评价都在等来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跟各位做报告了 这个就评价 也就是说好 从形态里面 形态叫缺口 为什么要叫缺口 因为缺口代表 他是最强的符号 他已经强到没有办法 用一个相关的图表告诉你 那就是白白的空白 那是最强的 由下往上叫多方 陶逸 由下往上叫多方 由上往下 这个叫空方 你知道吗 这个明明就是空方 不然我要跟你说多方 你也要胡说 这明明就是空方 这里保证是多方 好 所以你要看 要看什么呢 看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加个8879 这里叫9278 所以 这一波的一个上扬以来 请问 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在哪里 在这里 再来 这里出现一个逃逸 空方逃逸缺口 他在告诉你 我这里要往下做修正 好 问题是这个修正我怎么看 好 把这个最低点 加上这个最高点 那这有一个算 这条就是主要 加全指数的反压 在92221 那今天呢 今天因为他承接在9168点 在9168 月略在这里 他今天的承接点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礼拜 或明天 你的看法就这样子 好 因为明天是礼拜二是关键 很重要的 他要跟你说明拜三 这个礼拜的礼拜三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礼拜的礼拜三 每个礼拜 每个月 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三 叫做结算 就依照这个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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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来 这不是什么9183 这不是什么913 那时间是不是 8点40了 标准是47了 今天提早一分钟 一般你大概要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那你请你告诉我 今天这个最高点 已发生的叫9183 913有在这里 PSY-50在这里 更厉害 提供你做个参考 如果说各位 您对我们的操作 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 可以在节目后 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忽并自负 而无知风险 变成功 肯定会成功 棒棒棒 一棒再一棒 快棒接强棒 强棒限制产股 制度优化 避开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票双振兆 其股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 2578 300 00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知名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浪行程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